選擇籌碼強勢股操盤手 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軸心 老師 禮拜四美股才強漲 禮拜五又回檔了 今天怎麼看 今天台北股市 其實早盤 我因為航運股重挫 也把指數帶了下來 不過 今天收了蠻長的下影線 雖然收盤仍然是下跌100多點 今天老師那航運股怎麼看呢 航運股真的如你所說 老師說沒有平倉訊號就不要做多 一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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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採護海運股還殺跌挺 老師航運股是沒救了怎麼看 今天非常關鍵 我在節目裡面會跟大家分享 像你看我們在上禮拜 上禮拜發生什麼事 上禮拜這裡 10月11號我說 重要支撐在12682 台北股市第一個萬點12682 隔了二十幾年終於來了 對不對 終於來了 然後整理了四個月 衝上去又掉下來 還記得吧 我認為12682是非常重要的支撐 越接近12682你應該在那買方 結果今天呢 今天這是月線 在130131是整理四個月嘛 四個月衝上去又下來 好 上禮拜的最低點 這波回檔最低點 12809 跟12682只差了100多點 今天也差一點點 今天最低12814差五點 今天這樣子 今天最低12814 他即使破底他還是貝利亞 即使再創新低 KD值還是比他高 這點沒有問題 不過老實說美股這樣子 那禮拜四不是反彈反彈假的嗎 不一定喔 我們這樣說 其實在股市往往是一個歷史資料的複製 看看歷史資料曾經發生什麼事 來預判未來 其實技術媒也是這樣看的 技術媒也是參考過去歷史資料 那我就來給各位看 歷史資料到底發現了什麼 這是我昨天晚上的大事業化 標普在上禮拜四長黑2.4% 然後變大漲2.6% 差了5%對不對 從大跌變大漲 史上只出現過10次 那接下來呢 過去的歷史資料 接下來三個月平均只下跌3.5% 看到沒有 只下跌3.5% 可是未來一年呢 平均上漲是14.6% 所以看來即使未來還有低點 底部也不會太遠 股市底部不遠 這是我昨天大事業化說的 其實我們在上禮拜四的晚上 也見證了一個歷史吧 各位 道琼我記得當時開盤 我不是說我9點34分 一開盤跌500多點我印起來 那時候是28660 那道琼 就收盤狂漲 收盤受了30038 這一根紅棒超過1300點 道琼史上跌500點 收盤變成漲800點 Only one就這麼一次 所以大家都見證了歷史 道琼從來沒發生過 在上禮拜四出現第一次 從跌800點到 從跌500多點 變成漲了800多點 這史上最長的一根 點數最長的一根紅K棒 道琼 最長的一根紅K棒 這紅K棒真是誇張 超過1300點 將近1500點 高低點差1500點以上 可是 老實說它回來了 其實S&P500也是 開盤跌2.4%以上 收盤變成漲了2.6% 我剛剛不給各位看嗎 歷史上這種線圖 歷史上只出現過10次 那10次之後的走勢 未來三個月平均小跌 但是未來一年的行情是上漲 平均漲14%以上 所以我個人看法 美股的拉回 道琼 上禮拜拉回 紅棒一半還沒吞掉 背離還在 重點是它MACD柱狀體 還是紅色的 道琼比較強 可是納斯達克 沒那麼強 紅棒被吞掉了一半多 一半多 背離還在 肺半也比較弱 也被吞掉了一半多 但背離還在 標普呢 S&P500 比道琼稍微強一點 吞掉一半 紅棒被吞掉一半 但是MACD柱狀體是紅色的 所以看得出來 道琼和標普的走勢是比較強的 比較強的 那科技股和費城半導體 是比較弱的 當然因為 因為在上禮拜 消費者 消費者對未來的通膨 比較悲觀 所以殖利率又衝上去了 那對殖利率敏感的科技股 又出現了快速的回檔 上禮拜五的美國走勢 回檔的原因也重點是這個 不過 我個人看法 大概最壞的情況 就在這附近 所以我的看法沒變 逢低 一萬三 接近一二六八二 真的不曉得會不會來 現在也在一萬三以上 所以 我們看今天台幣 因為今天台幣又貶值 對不對 股惠雙殺 媒體今天早上來說股惠雙殺 早盤大盤跌了兩百多點 兩三百點 匯率又創新高 三四二點零一 是不是三四二點零一 對 三四二點零一 本來是三四一點九零五 但是創高 請問KD有沒有過 沒過MACD還是助長體 還是負的 那美元指數的助長體 也是負的 所以如果一根黑棒 應該高點就確定 現在就沒出現 還沒出現一根生子的黑棒 還沒確定 但是一根黑棒之後 他就會確定 所以我認為 美元指數和新台幣的匯率 可能短線上應該見到高檔 人多的地方 還是建議各位不要去 至於說選股 選股就有趣了 剛才要跟各位分享 老師 今天航運股這麼爛怎麼辦 我們看一下今天長榮 長榮今天動跌停 還有一個加碼做空 我記得上禮拜跟各位說 航運股 我們都還沒翻多 有沒有 這裡做空之後還沒翻多 各位 為什麼把長榮舉出來 你看 很多投資朋友喜歡在KD20以下買股票 請記住 KD20以下是會鈍化的 你看 長榮從這一天 我們出現平昌訊號那一天 KD到20以下 一路跌跌到現在 誰說20以下 KD20以下是可以買的 誰說的 可能你說老師書上說 KD20以下不是超賣嗎 超賣應該是可以買 抱歉 光這20以下跌到爆掉 所以基本上我要買強數 KD80以上最強 KD20以下最弱 你放空KD20以下賺爆了 買KD20以上反而可能賺翻了 所以操作上 KD指標你如果不懂 不要亂做 多看看籌碼大師的節目 KD指標20以下是不能買的 這個叫低檔鈍化 好 現在來了 今天他是平行低還沒創新低 一樣137.5 可是來 如果明天更低 請問他KD會背離 這裡這麼低 肯定背離 我跟各位說 一定背離 陽明也是 陽明今天創新低了 終於空空空空有沒有 創新低了 KD肯定背離 所以如果沒殺 也不要殺了 我個人看法 韓國在利空之下 因為法說今天媒體 列了一大堆利空消息 幾大利空 然後航運股可能 明年要開始賠錢了 今天大家開始亂砍了 好 我認為 常說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現在大家 看到這個法說下了半死 沒有賣的 可能今天把它賣掉了 我個人看 這個地方雖然不是長 長的最低點 未來我認為還有更低 但是在這個利空之下 我認為航運股油就貨櫃航運 它隨時要出現反彈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不是說 你就照做 什麼時候低欄會出現做多信號 對不對 賣掉買進賣掉買進賣掉 沒有買進賣掉 是不是 完全都沒有錯 就這個地方小錯一點點吧 對不對 好 現在陽明還在殺 今天還在破底 什麼時候出現做多信號 你就跟著做 其實就很簡單 我個人看法 現在是還不能做多 但是我說 你沒有賣的 隨時要反彈 大概也不用賣了 你看到壞消息在賣 來不及了 這裡就該賣了不是嗎 你到現在才要賣 是不是 你看到壞消息才死心嗎 這裡我們平常訊號就出來 對不對 這裡就做空 你看到壞消息 這裡才要決定賣 2603 2603 你看到壞消息這裡才要決定賣 會不會太慢 所以常常看到好消息是買 反而是賣點 看到壞消息可能 反而是買點 你操作真的不能亂做 你不要跟著消息做股票 因為知道消息的人 永遠市場 永遠有人比你更早知道消息 知道消息的人一定會先動作 所以好消息出來 大咖 知道消息的人早就買了 壞消息出來大咖早就賣了 趁你賣的時候 趁你看到壞消息賣股票的時候 大咖可能站在買方 搞不清楚 所以操作上 你一定要有方法 你絕對不能跟著消息 跟著媒體的消息 跟著報告做股票 很簡單 我們要吸收這30年的經驗 來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te8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那怎麼樣看到大事業化 很簡單 加入籌碼大師的Lite8 然後點擊手機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PO的K線圖 我的大事業化 我們的籌碼表格 還有每天的節目 我們要看一下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10月初 我相信大家都覺得 老師10月份真的是難做 大盤在這裡 10月份上去下來又這兩天 上個禮拜幾乎在破底邊緣 所以其實這一波 因為我也跟各位分享 我在第四季在經濟日報 這個台股聯台賽 剛參賽 到上個禮拜是第二個禮拜 因為10月份 才剛進行了兩個禮拜 那我記得在上個禮拜 跟各位分享 我們拿到做冠軍 其實累積前兩個禮拜 累積起來也是冠軍 經濟日報 走冠軍 從馬拉斯 當然各位如果看經濟日報的話 你會注意到這個消息 其實這一波 從我們比賽到現在 大盤是跌了4% 我個人的績效是小正 正不多 但是其他的參賽者 負得都滿多的 可是各位一定很好奇 老師 大盤從低檔反彈上來 該買什麼股票 你買了什麼股票 你參賽是什麼股票 你會贏他們 其實這地方 要跟各位敘述一個操盤手的概念 像上個禮拜 我的績效 對 負 還是負的 負不多 拖累了我第一週的績效 第一週的績效 百分之2%多 上個禮拜是負1%多 可是 也有參賽者負10%以上 重點 所有的參賽者 像我選了大概6檔股票 所有的參賽者選擇了所有的股票 漲最多上個禮拜 參賽股票 漲最多的一檔是哪一檔 哪一檔 各位你知道嗎 是哪一檔 是各位最不敢買的一檔 是我們 強股溫度計裡面 第一名的哪一檔 他叫建基 叫建基 這檔股票 老師你還來比賽 對 結果上個禮拜漲最多是他 漲最多是他 因為上個禮拜 連假前剛好大跌 上個禮拜就四個教育 然後啵啵啵衝上來 第一天就漲停了 四根 上個禮拜還漲停 上個禮拜五 就這四天的績效 正13%多 所以你都認為 底部的股票好像會比較強 不好意思 最強的股票 最不敢買的股票 第一名的股票 他最強 其實這是一個操盤手的概念 很難 對很多投資朋友來講 真的很難 哎呀老師底部 大盤點的這樣 你要選什麼股票 我常說嘛 兩種嘛 兩種 哪兩種 一種是超盤走選的 左邊沒人的股票 像見機這天 我們在軟體發訊的時候 這天啊 這天 左邊就沒人了 哎呀老師這種股票怎麼敢買 對不對 其實9月份 10月份大盤是很弱的 見機一路往上 老師這麼強的股票 你還在比賽啊 你有沒有搞錯啊 10月7號選的 然後連假 10月7號選嘛 對不對 11號 連假回來第一天 其實當天是藏紅的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還漲停了 所以這個就是重點 今天大盤跌啊 它還是漲的咧 這個禮拜 我還有拿它來比賽 老師這種股票還會漲嗎 當然我說 其實選擇有兩種 一種是低檔出現訊號的 另外一種是強者橫強的 像立凱 上禮拜我也有比立凱啊 上禮拜也有比立凱 今天立凱也漲喔 今天大盤跌還是漲 跌喔對不對 立凱還是漲的喔 上禮拜我就有比立凱 老師這種股票還敢比喔 還能比嗎 所以這個就是 邏輯了喔 這就是邏輯 對很多朋友來講 新勝利我們上禮拜也有比啊 這禮拜我們繼續比啊 新勝利今天長紅 新勝利啊 這禮拜我們也有選他來比咧 這叫做多頭走勢的股票 我們還選什麼 選正打 是不是多頭 對啊 多頭走勢的股票啊 有沒有情況 有啊 對不對 我們還選了什麼 保齡 老師保齡今天沒漲 對今天跌 合一也跌 我選了兩檔升級股 為什麼 籌碼好 多頭走勢守在季線之上 大盤早就在季線之下 對不對 所以大盤是什麼 空頭走勢嘛 多頭走勢股票真的不多 那他回測什麼 回測季線附近轉牆有沒有 投信 投信剛剛進來買超 所以這檔股票也是我們 這個禮拜選的 雖然今天拉回 其實你看嘛 我們這裡就 這一根之後我們發軟體 序號 拉回來我們也帶回買進了 保齡附近 所以我個人看法 拉回來你早買點 因為投信才剛買沒多久 合一也是啊 你看我們合一做多漂亮 這裡買進這裡不建議 各位賣出嗎有沒有 來 拉回來是做這裡 序號出來拉回來買 他到這個地方 投信這個地方買很積極 買得很積極 投信買了這一區 所以拉回來 合一這個禮拜我有拿來參賽 包括哪一檔 包括群聯 對不對 我記得在節目裡面有分享 群聯 不是你也照著我們的序號做就 你看 買進平倉 買進平倉 買進這裡又平倉 平倉好高 帥 這裡做了三趟 這裡做空平倉 只有這一趟 這一趟賠錢對不對 好 這裡做多這裡賣掉 這裡做空這裡回補 這裡做空這裡回補 哇補了好漂亮 然後這裡做多 所以咧 所以我說 你就按照紀律做 尤其是你股票很多的 老實說股票 不曉得怎麼做價差 你就帶回去 系統帶回去照做 像陽明海運 像群聯不是照做就好了嗎 對不對 既然低檔出現訊號 而且幾乎每次都這麼準確 所以拉回來我們就找買點 這檔股票 這禮拜我們也有比賽 雖然今天拉回 看法改變沒有 沒有 低檔法案也在買進 所以拉回來找買點 因為之前這裡做空這裡回補 然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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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才做多 訊號才出來 所以我們訊號也不是隨便出來 不是亂出來的 不是指標交叉就出來 指標交叉就出來 訊號才多到數不完了 你以為KT指標每次交叉都可以買嗎 你以為KT指標跌到20 低檔去就可以買嗎 我剛剛不是給各位看 長榮的訊號 長榮的現象 不要以為KT20一下就可以買 書上說了不準 老師那書 買書幹嘛 我跟各位說 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每次看到一個新的理論 或書上寫的方法 我一定回測歷史資料 看看到底他成功率是多少 到底多還少 如果成功率就不高 這個公式這個方法我就打差 根本看都不用看 過去的歷史資料只成功三成 那請問你學這個技術指標 學歷史這種方法要做什麼 歷史資料賠七成 只賺三成 那就打差不要用 就像你說KT黃金加 他到底有沒有用 你回去看每一檔股票歷史資料 做做統計 KT黃金加說實在沒啥用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就像我說的 一檔股票買點 絕對是要量價籌碼精算 不是單一指標 這些觀念都在哪裡 都在節目上分享 如果各位 沒辦法準時兩點收看了 我們的節目的話 來 你當然要這麼做 訂閱籌碼大師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看節目的時候 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就讓回來 歡迎再回到村莫大師 上個階段跟大家分享 在上個禮拜四晚上 我們見證了 道瓊史上最長的一根紅黑棒 那上個禮拜五又回檔 那怎麼辦呢 可是他的背離 並沒有改變 而且我昨天晚上大師 跟各位分享 S&P500 史上曾經出現這樣的紅棒 出現十次 結果呢 未來三個月跌三點多% 但是未來一年呢 平均漲14%多 所以我個人判斷 其實跟我原來判斷也都一樣 不謀而合 也就是說 12682這個前波歷史高點 是個非常重要的支撐 這是最低 也來到12800附近 所以拉回來 你要找買點 找什麼股票 好 重點 找什麼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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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籌碼誰最大 五分鐘幫各位找到 大戶青代的籌碼強勢股 來 每個禮拜一三五喔 每個禮拜一三五的晚上六點 今天又什麼 今天禮拜一對不對 禮拜一的節目 又會跟大家分享 有什麼好股票 什麼是大戶青代的強勢股 所以其實強勢股啊 對不對 3046 第一名到現在還是第一名 長成這樣子 還拿來比賽 其實這就是一個操盤手的概念 我在節目裡面 分享過很多次 例如說我們的 籌碼表格裡面 昨天 這些股票拉回 宜特 智元 神准 智元我們這個禮拜也有參賽 所以拉回來 今天我們是買 佔了買方 保齡父親是不是 也是佔了買方的 都是在節目裡面分享 或者是拿來比賽 操作上我們當然希望 幫所有的家族成員 還有幫經濟日報的讀者 選擇一個強勢的組合 這個組合就是我幫各位挑選出來 在這個禮拜比較有機會 這套組合或這個族群 有機會成為指標族群或指標類股 幫投資朋友創造比較好的報酬 這是在經濟日報 每個禮拜參賽我選股的概念 其實他們也是 就是以這個投資組合 期待這個禮拜 能穿上比較大的報酬 來 我的看法沒變 掌握台股低漲轉折的機會 這裡是不是低檔區 當然是 那最低點 最低點可能也差不多 已經看到過了 已經在12809 所以這裡是低檔區 也是低點區 重點是要選什麼股票 剛才說的不是指標交叉 買股票如果真的指標交叉 就簡單了 當然要什麼面面俱到 量價籌碼打分數 三大要件的共同配合 打了分數 老師我不會打沒關係 交給電腦 電腦來計算就好 所以你的選擇只有兩個 大盤既然是在低檔區 你要選擇股票很簡單兩種 一種是左邊沒人 一種是右下角 在低檔轉折出現訊號 就那麼簡單 就像群聯一樣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 你的選擇真的只有兩個 趕快把握低檔轉折 可以看盤的投資人 把自負贏家操排系統帶回去 如果你是上班族 退休族不能盯盤的 盤中即時訊息帶到 好股票出現好買點 第一時間帶各位進場 好朋友拿起電話 立即不打自負專線 成為自負贏家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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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舖